大家好 今天是10月5日 星期四 港股開始是微升的 恒生指數升54點 國際指數升22點 科技指數升32點 有保保險升1.2% 令指數升15點 美團升1% 令指數升10點 京東結合升1.45% 升幅最大的藍籌 油價急跌 油股跌 中海油跌1.36% 中石油跌2.2% 中石化跌1.24% 阿里健康跌2.12% 開始之後 港股升幅擴大 恒生指數升100多點 美圈升1.6% 令指數升16點 阿里巴巴升0.98% 令指數升13點 騰訊升1.4% 令指數升19點 消費股上升 百威亞泰被人降級 股價升4.38% 華韻啤酒升1.57% 銀魚升1.88% 李靈升1.6% 香港的地產股都升 行路升1.36% 新世界升1.2% 西洪基利率升1.1% Tesla在美國升6% 中國的電動車股升 比克迪升1.2% 李尚升2.78% 小排升6.7% 和蔚來升3.85% 用創在香港成功重整境外債務 估計一度急升12% 恒大升4.2% 合景泰國升5.7% 負力升4.3% 遠洋地產升3.5% 恒生指數最高升到17.36% 升140點 上次收市升130點 國企指數升50點 國企指數升44點 成功 只有266億元 下週征服一直收窄 收市恒生指數只升18點 國企指數升5點 科技指數升5點 成功470億元 成功達到今年的新低 廣估上升伏力